而另外外媒今天同步都很關注的就是賴清德總統在今天上午的國慶演說當中的表態 賴總統他就提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無權代表台灣人民的 不過他同時也提到了致力維護台海和平穩定 要和北京共同應對的是氣候變遷等等的全球性的議題 引發各大外媒的關注 而其中BBC就引述了一名外國學者的說法指出 賴清德總統他的國慶談話比先前看起來是溫和許多 也讓北京的彈藥少了許多 這是台大的政治學者 他是一名外國學者南樂 他就評論賴清德的國慶演說是最近來看是最溫和的 沒有這麼樣的尖銳 不過儘管如此呢 他認為北京還是會找其他的理由以軍演的方式強烈回應 另外這是大陸學者的看法 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李政廣 他則是認為說從大陸的角度而言 這個演說當中是明顯提到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這樣還是典型的兩國論 這是大陸堅決反對 他形容這樣的論述是相當的危險的